大家好,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我们会深入探讨财务自由和智慧理财的话题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非常合适而且对我们财务健康很重要的话题 如何通过被动收入来实现财务独立 这个灵感来自Rachel Richards的深度舒适被动收入,积极退休Passive Income, Aggressive Retirement 那,Rachel Richards的讯息精髓是什么呢? 其实可以用一句话来说,多元化是关键 是啊,朋友的,只是靠传统退休储蓄的日子已经过了 不如创造多种收入来源,这样可以比你更稳固的财务基础 Rachel列举了很多种被动收入来源,例如是房地产投资,股息股票,在线业务和板税 最正的是,她说你其实不需要成为专家才可以开始 只要将投资分散去不同来源,你就可以有效减少风险,增强你的财务稳定性 但Rachel不单止说这些 她还分享了自己实现财务独立的个人经历,还有很多实用的折件建议 是啊,量入围出很重要 这个简单原则是任何成功财务策略的基石 通过最小化不必要的开支,你可以释放更多的资金,去投资你的被动收入项目 现在,讲下计划和教育 财务独立不是一夜之间可以达成的 这样需要周密的计划和持续学习的承诺 这段旅程要求我们主动管理投资,不断看市场趋势,适应金融环境的变化 Rachel本书最引人注目的是她激励人心的语气 她告诉我们,财务独立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不只是属于少数人 无论你现在的就业状况或者财务情况如何 建立被动收入来源是可以实现的目标 只要有正确的心态和工具 你就可以开始铺切通向积极和早期退休的道路 总结一下,被动收入,积极退休是一本激励和实用的指南 她挑战传统的退休计划,同时提供了通向财务独立的路线图 其基础是多元化,折剑和持续学习 在我们导航自己的财务旅程时,记住分散风险 明智管理生活方式和保持对投资选择的教育的重要性 多谢大家收看 记得给个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更新 希望你的财务自由之路繁荣而充实 下次见啦,继续投资你的未来啦